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带您到高雄的博尔来看 这里有一个大雄的木作世界 工作室的木作家卢秀雄 他将日本快要失传的百年传统技艺 祭木戏工 改良成了贴近生活 又不失艺术的实用文具 并且还兼具有收藏的价值 同时培养了一批祭木迷 儿子卢博宇也被父亲的坚持所感动了 他一头栽进去 搭上了年轻人喜爱的疗愈小物 开发自己的新创商品 加上陈列许多木制手工艺品 但仔细看它们跟一般木制品不同 这些叫做祭木源于日本 利用几何图形和色彩的对比 每个产品附有工匠的巧思 独一无二 他其实就是以木头去做拼接 所呈现出来的一个作品 称为祭木 同样一个作品的空间里面 去展现各种不一样的木头的纹路 颜色或是质感 这间位在高雄博的木医教室 是由父亲卢秀雄和儿子卢博宇 共同经营 卢秀雄原本从事木做装潢 直到一次去日本旅游的经验 让他对这样的细工大为经验决定投身其中 之所以要自己这样制作 也是因为看到日本香跟祭木续工 他这样的一个工法底下所展现出来原木的美 当然在这里面我又希望能够注入更多是属于原木的纹路 卢博宇被父亲的匠人精神感动 也决定克少基球 不仅要传承更立志将祭木工艺发扬光大 那当然我们也尽可能的让祭木 让木做更生活化一点 这样可以让更多的消费者 可以在生活中就可以去体验 体会到木做的有趣跟木做的美 卢博宇用创新思维结合传统工法 艺术不仅要活在手工台上 更要走入人群走入日常 让美学结合生活 为祭木工艺注入新生命 来年新闻中主民高雄采访报导 igible因为那边锁 Dá 是 它员 吃 吃 吃